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赛刚刚开始不久 切立刻在一次拼抢中手指受伤 不得不进行治疗 不过也没有什么大事 能够继续投入到比赛中 第十二分钟 霍尔姆受伤了 不得不被换下场 斯佩奇亚早早用掉了一个换人名额 八分钟后 沙拉维在禁区前沿迎球低射 力量不足 能将倒地把球没收 第十五分钟 罗马获得禁区前沿的任意球机会 第八拉主罚 他直接射门 结果打在人墙上弹了出来 八分钟后 一把捏死带球推进到禁区湖顶位置 他随即起脚射门 皮球被身前的防守球员挡了出来 第39分钟 扎来夫斯基前场左侧带球一路内切 随即自己来一脚远射 踢高了 三分钟后 沙拉维也尝试了一脚远射 同样是打高了 皮球直奔观众席 第四十四分钟 罗马进球了 依靠一次反击机会 迪巴拉突入禁区后送出横传 后插上包抄的沙拉维 轻松把球打进半空门 这里进球很大部分是迪巴拉的功劳 半场结束 罗马一比零领先 下半场一边再战 斯佩奇亚迅速进行换人调整 埃斯波西托和马尔蒂尼替补上场 第四十九分钟 罗马再次取得进球 又是迪巴拉的助攻 迪巴拉送出直传球 亚伯拉罕带球过人突破 获得单刀机会 他冷静低射破门 智利进球基本杀死了比赛的选念 第五十八分钟 斯佩奇亚差一点又丢球 幸好门将反应很快 扑出了队友的乌龙射门 七分钟后 马尔蒂尼在前场左侧内切远射 踢高了 第七十一分钟 科瓦连科射门被封堵出去 八分钟后 斯佩奇亚继续换人 穆地尼奥替补上场 换下雷茶 不过 斯佩奇亚始终没能取得进球 最终 罗马2比0击败斯佩奇亚 穆里尼奥又赢了 罗马各项赛事收获三连胜 而且这三场比赛零丢球 送出两个助攻的迪巴拉 无疑是全场表现最出色的球员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